第一银行惊传,在7月9号跟10号,周六周日这两天,ATM提款机遭人盗领,金额超过了7000多万。台北、台中两地,有20家分行,34台ATM遭到盗领。 第一银行表示,目前排除是内神通外鬼,但是可以确定的是,机器被植入了恶意城市,因此嫌犯才能够不用提款卡,就可以轻松提领现钞。 ATM自动吐槽,提领现钞的嫌犯完全没插卡,走进ATM,一叠叠白花花的钞票就跑出来, 提领过程只花5分钟,相反锁定第一银行ATM,在上周六台风过境后的周末犯案,以这样的手法,在台北台中两地,连续两天到领,成功得手7000多万。 而第一银行却浑然不觉,直到周一才发觉异常着手调查,让外界质疑,难道是内神通外鬼,还是银行内部的资安控管,罗斯松了。 因为如果说要逐入这种城市的话,就是说要由我们内部去逐入的话,这个机会,初步我们,所以说我们的发展, 防火墙非常的强,外部的专家来检视,那初步了,并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轨迹,排除这个可能性。 警方调查发现,是两名俄罗斯籍的嫌犯,他们在7月8号周五入境,先到机场,驻了一辆轿车,随后由北到南,开始盗领。 7月12号晚间,有民众报案,一赢古亭分行的ATM钱,有6万元的现金未领走。 不过,因为当天是假日,监视器必须等到上班日才可以调阅,所以拖到隔天的周一,警方确定古亭两个机台,遭盗领600万元。 但歹徒早已逃逸,周一早上7点多,已经出境。 犯案之后,在11号的上午,就搭机离境,对于犯案的手法,以及被害的金额,本分局能持续在配偶相关单位积极侦证判当中。 目前警方已锁定这两名外籍的嫌犯,但根据央行官员表示,依现行的法规,个人携带新台币出境或汇款到海外,皆需申报。 但如果嫌犯踩地下金融,恐怕不易追查,目前警方不排除有共犯,将扩大追查中。 记者中华报道。